一小股德军的装甲部队正朝莫斯科进军 正巧碰到苏联两架122强击机执行道路侦查任务 双方马上进入战斗状态随即展开猛烈的交火 由于德军只是单独的坦克连并没有携带多少防控武器 用坦克打下飞机的概率又非常小 结果他们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那时候的122已经可以装载火箭发射架 还有小型的航弹集装箱也就是子母弹 所以两架这样的攻击机火力不容小觑 一番轰炸之后十几辆坦克几乎全部报废 德国鬼子更是被炸得惨叫连连 两架飞机也不练战 消耗差不多之后随即准备撤离 科姆就是其中一名飞行员 刚才的战斗打得非常爽 还对他的机枪手开玩笑说 回去就给你受个勋章 机枪手回答不用了中尉 我坐得屁股疼 讲了一个舒服的坐垫就行 两人有说有笑即将返程 突然三架BF109俯冲下来 同时开火一扫而过 机枪手大喊发现敌机准备战斗 可是驾驶舱却没有任何动静 他急得怒敲后座铁板 可是前面的T姆再也没了反应 飞机失去掌控后刚开始滑翔 随即慢慢坠落 机枪手已经猜到了结果 满眼绝望的脱下帽子 最后一刻闭上双眼迎接死亡 另一架飞机上的克尔 眼睁睁的看着战友最亡 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这三架敌机又同时朝这边飞来 机枪手莫斯马上开火 109不慌不忙才用一面机动战术 对克尔形成包夹 因为是追着屁股打 输进战机只能依靠机枪手 可是刚交上火机枪就卡弹 克尔还在努力的摆脱追捕 想找机会绕到后面去 机枪手急得只能拿出手枪还击 德军飞行员笑了 准备贴对面的尾翼将飞机打成碎片 锁定目标就要开火的时候 战机近乎90度极限爬升 这招太陷了 要不是德战机反应迅速 两架飞机很可能相撞 克尔知道与其被击落 还不如同归于尽 既然对方选择躲避 那就推平操纵杆 展示火力的时候到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 其他两架敌机已经调整好角度 一波射击之后虽然没打掉克尔 但他也失去了战斗力 油箱被打漏 失去动力即将坠落 其实122强击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 能跟三架BF109缠斗已经很厉害了 何况还拉了个垫背的怎么都止了 克尔看来还是不满意 想安稳地停下战机 可是不偏不倚 又即将掠过德军的桥头筑地 更不幸的是这里还有防空炮 克尔赶紧改变方向 可左翼还是被击中 德军知道他们飞不了多久就得迫降 乘上卡车准备抓火的 克尔想扔下最后一颗的干扰弹 谁知道又被抢中 无奈之下 只能找准一处开阔地栽倒下去 有雪的缓冲 加上充足的滑翔距离 飞机并没有爆炸 撞上树之后停了下来 机枪手挣扎地爬起 看克尔有没有受伤 好在并没有大碍 克尔拿起背包叫同伴快点离开 可他还在执着地修理机枪 此刻德军已经摸索到附近 手里还拎着排击炮 看来机枪手是对的 先保证火力再说 当看到那么多德军朝这边扑过来时 鹿将在天上的憋屈全部发泄出来 人肉在12.7毫米的重机枪下 简直像纸一样 不过德军并没有硬冲 马上加起排击炮 前两发调整角度和距离 第三发估计就能命中目标 莫斯的机枪又打光了子弹 两人只能落荒而逃 此刻炮弹刚好落在他们的脚下 克尔当场被震晕 无奈机枪手只能背着他继续跑 可是不熟悉地形 慌乱中跑到河边 如果拖得一个人下水 后果跟自杀没什么区别 机枪手敲开一块冰城 将克尔放上去 自己却朝另一个方向跑开 很明显机枪手为了救他而放弃了自己 第二天 克尔从昏迷中醒来 还没来得及观察地形 陆地上德军又发现了他 不断地朝这边射击 如果不动 肯定会被乱枪射死 只好跳进冰冷的河水 奋力地朝对岸游去 本以为可以逃脱 伤害后腿又被打中 寒冷和枪伤让他寸步难行 好在战时德军绕不过来 时间还算充足 他折断数字 将地图一脚撕下来 用打火机引燃 如果不这么取暖 他连傍晚都撑不到 直到半夜 衣服才算烤干 查看身上的装备 有把手枪和信号枪 可要返回莫斯科 还有很远的路程 本要睡一会儿 天亮后赶路 刚闭上眼没多久 就听到四周有动静 他能想到 如果是德军 依靠火光就直接开枪了 那如果不是人 就是野兽 他祈祷千万别是灰熊 此刻一头狼 突然朝他扑来 体型不算太大 暂时还能应付 可狼狩猎的时候 都是一群 果然打跑一只 四周还有五六双眼睛 科尔知道手枪的声音太大 只能用信号枪吓跑他们 有惊无险来到第二天 又饿又累 但是不能休息 先找到村庄再说 可不知道夜里的那群狼 一直在跟着他 来到开阔地 又发起攻击 科尔吓得慌不择路 摔倒后赶紧拿出手枪 狼还算聪明 知道这铁家伙的厉害 停下来露出锋利的牙齿示威 科尔以为爬上去能看到村庄 但对面是一座桥 而且德军尽在支持 这下真的慌了 看来开不开枪都得死 就在这时 寻找科尔的三架飞机经过这里 德军立马开火 狼狈吓跑 飞机也不是光来找人的 马上给予还击 最近的证明德军 吓得跳进坑内 躲在隐蔽角落的时候 才看到科尔也在这里 看他还这么年轻 本来没打算开枪 可这家伙很想喊人 无奈只能射击 盖茨泰普的军官来到桥上 查看刚才战斗阵亡的士兵 他很仔细 看到一位士兵身上 怎么有手枪的口径 在联想几天前 被击弱的飞行员 确认了他还在这片森林里 科尔没有停下 累了只是简单的休息 如果幸运能碰上食物 别管是活得死的 拿过来直接吃 森林中的第十天 科尔的两只脚已经毫无知觉 枪伤加上动伤 实在是疼痛难忍 可拼命又遇上狼群 这些难缠的家伙 好像非得吃掉他不可 慌乱逃跑中掉进猎人的陷阱 狼估计也是恶坏了 这都不肯走 他还没鼓住勇气 狼却等的不耐烦了 跳进来拼命的撕咬 科尔本能摸过身边的段木 狠狠的插进狼的身体里 等再次醒来 微弱的听到一个老头的声音 他在小声的提醒 让科尔别说话 进村庄时 德军盘问老头干什么去了 老头说是打狼 但他知道不能私藏猎枪 所以是用木桩把狼杀死的 两个德军一脸震惊 骂骂咧咧的说 真是野蛮的民族 赶紧滚 现在老头的家里 可不只是一个科尔 地窖里还藏着他的女婿 还有他带来的同伴 虽然两人都是参加抗战的士兵 不过因为苏军节节派退 他们怕死又跑了回来 但跟老头说 是跟部队走散才来到这里 其中一个年轻人还是医疗兵 看到科尔的双脚 还有已经感染了枪伤 他认为非常糟糕 如果能先取出子弹 幸运的话还能捡回一条命 这个医疗兵叫罗特 刚满18岁 虽然胆小怕死 但对待伤员还是很认真的 可是这个盖世太保军官也不是吃素的 他穷追不舍的也来到这座村庄 但并没有发现科尔在这里 是因为卡车的时候摇把弯了 而老头又是铁匠 所以是来修理工具的 军官有意无意盘问老头是否有孩子 家人是否参军 老头对答如流 不慌不忙 而此时正巧克尔苏醒 刚才取出子弹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大叫 上面的军官好像听见了 往梅队的这边走过来 随后掏枪指着老头 他依然很淡定 说老鼠总是喜欢暖和的地方 军官在他的表情里看不出破绽 愣了好几秒后 转手向煤堆射击 子弹从耳朵插过去 差点就将他的女婿打死 军官回去后越想越不对 又想到刚去铁匠那时 神色紧张的母女俩 马上带人又杀回来 此时老头还没来得及掩盖住地窖 而里面的人早已被转移 军官感觉被耍了一样愤怒至极 将老头和母女俩吊死 房子也给烧了 两个年轻人拉着科尔跑了一夜 可是盖子太宝的嗅觉比狗还灵敏 按照痕迹很快就追上来 就快被抓到的时候下起暴雪 狂风很快就掩盖住了雪橇的痕迹 不过军官还是不肯放弃 说肯定跑不远分头去找 两人在风雪中睁不开眼睛 现在有点迷失方向 要先找到河流确认所在的位置 很不巧军官竟然误打误撞看到了科尔 身体即将被血掩埋 还以为人已经死了 枪声会将人都吸引过来 两个青年已经尽力了 不想死在这里 老头的女婿想投降 将人送出去可能还会保命 医疗兵不答应 上去就是一拳 伙伴愤怒的站起来 不想留下来陪葬 等德军士兵赶到 看到军官已死 另一个赶过来时 正好碰上逃跑的青年 语言不同无法交流 他说的是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但是这两个家伙早已不耐烦了 现在军官死了 得找个替罪羊 好回去交财 罗特自己将卡尔带了出来 不过他还是很感谢那位同伴 如果不是他先被抓住 恐怕也逃脱不掉 他拖着雪橇一路往东 终于进到战场 虽然双方暂时休战 但德军的照明弹一会儿一个 罗特坚然地朝自己的阵营爬行 好在观察手并没有判断错误 不然真会杀了他们 罗特都不敢相信 自己能有如此毅力 以为自己可以拿个勋章 正要跟大家炫耀时不幸中担 卡尔经过救治总算是捡回一条命 旁边的伤员说 你终于醒了 没关系的 你看我失去一只手照样能吃饭 克尔顿时反应过来 掀开被褥 才看到自己的双脚都被砍掉了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可又无可奈何 悲痛欲结中 时间来到1942年5月 并有一个个又能回到战场 克尔每次申请都被医生驳回 于是努力训练 希望还能重新飞上天 可直到送走医院的最后一个人 他得到的回复 却是回家休养 非常欣慰丈夫能活着回来 收拾衣服的时候 发现这张破烂的地图 而反面是罗特留下的信 原来他并没有死 信中他说 事情的毅力感染了我 我也会努力的活下去 直到战争胜利 现在前线需要我 请转告我的父母 他们的儿子不是逃兵 克里的父亲是一名医疗军官 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欣慰 同时也感谢克尔的言传身教 不过克尔这次来 并不单单只是送信 他有个请求 就是开个证明 希望还能重新飞 1943年1月 前进后方的飞机场上 少校因为飞行员喝酒而大发雷霆 虽然陆军在不断地收复失地 但空军却节节失利 被打得苦不堪言 飞行员士气低下无心应战 而此刻后面的一架战机 正悄悄地起飞 从无心电得知 前方正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而德军驾驶的是 号称扑夫之辆的FW190战斗机 要知道它可是二弹德国 整体性能最好的主战机型 此刻跟他们周旋的正是克尔 激烈交战之后 他的飞机已经千疮百口 子弹也已经打光 飞机又被咬住 情况非常糟糕 克尔并没有返航或者逃跑 继续拉伸飞入云端 想要摆脱后面的屠夫 在云层里 视线完全被遮挡 盘旋一段时间后 克尔猛地推操动感 飞机直线下降 朝下面的大桥俯冲 他还有两枚导弹 不想就这样带回去 可他的机枪副兽表示强烈反对 这无异于去送死 而且他们并没有摆脱 得机的追捕 很快也跟着俯冲下来 相比之下 屠夫的机动性更好 没一会儿又将他们咬住 不断地朝这边射击 好在克尔的飞行经验相当丰富 他会尽量避免和对方 飞在一条直线上 也就是躲避弹道 等对方刚射击 立马改变航向 后面的家伙看起来势在必得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克尔扔下炮弹 利用炸起的狮子干扰对方 可也只是短暂的支挡视线 机枪手以为他疯了 一直趴着不敢起来 等飞到大桥 快速转弯瞄准射击 很可惜 导弹从桥下插尖而过 他也想从桥下飞过去 上演飞机过桥洞的戏码 可这对于德基来说 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过桥洞时的航线非常固定 这样后面飞机的命中率 就会大大提高 克尔这样做 实在是有点愚蠢了 可是我们都想错了 在距离大桥 还有上百米时 果断地喷出干扰烟雾 把德军飞行员打得措手不及 他这时候没有视野 也就无法调整角度过桥洞 想活命只能极限攀升 可对应的桥段上 又装有高高的护栏 根本拉不上去 克尔不仅干掉了敌击 连大桥也一并摧毁 简直是一尸二鸟 他的操作被赶来支援的飞机 看得一清二楚 领头的就是那位脾气不好的少校 最后克尔在队友的护航下 安全返航 机场的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即将手早已两腿发软 靠着破烂的尾翼半天缓不过神来 克尔亮枪的从飞机下来 毫发无伤 却因为甲肢不稳定而摔倒在地 少校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好苗子 原来还是喝酒了 所以才有胆量那么多 但机场手说不少校 他就是残废英雄克尔 在场的所有人马上肃然起敬 对他的应用事迹 表示衷心的敬佩和尊重 此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最后导演也对这位飞行员 表达了敬畏之心 还有纪念那些 为卫国战争英勇牺牲的飞行员们 电影已经看完 下面我们就简单了了他的精彩和不足之处 首先为了表现出苏联飞行员的勇敢和机制 编剧设计了不少空战策略 让影片看起来更生动 更刺激 也更能很好地烘托出紧张的气氛 这点加分 其实电影并不是一味地表现英雄主义 而是开头就泼了观众一脸冷水 刚开始的这位飞行员其实也是很有名的 本以为他是主角 没想到一瞬间就惨死 还有特写的年轻机枪手这种绝望的眼神 用意是告诉我们 战争归根结底是残酷无情的 这点也加分 不足的地方是 片中的克尔主角关怀有点严重 多次遇难都能化险为夷 虽然看起来惊心痛破 但现实绝不会那么幸运的 其次个人觉得122是对地攻击机 在没人配合的情况下 跟三架BF-109空战 能逃出的几率相当渺茫 虽然说主角也算是实力逃生 但还反杀一架 这就有点夸张了 还有就是开始空对地的打击时 对于德军不找掩护不散开 而是瞎打的做法实在是无法理解 最后是结尾的空战 克尔对付两架FW-190 虽然有寂寞有胆识 但这毕竟是德军最好的战绩 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给 好歹也得打掉几个炮灰才对 好了挑了那么多毛病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我还是会打出8分 而且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原片 一方面是希望俄罗斯的战争片 越来越好 同时也缅怀二战时 为国捐去的所有将士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订阅好看 记得点赞 也别忘了关注 下期更精彩